比赛开始了 首先是由中国队获得球权 中距离 那容易顶不住 有点闪空的感觉 王思宇突破 漂亮 还是无球切入 三号罗平 打脚下的一个速度 挂远或走左手 再给韩旭 这是韩旭非常习惯 舒适的位置 身高 从替补席上来看 最高的也就是只有一米八了 所以李梦完全可以打到五号位 怎么让韩旭 你看这个节奏 所以李梦跟张如 他们俩打二三呢 这个冲击力 防速多少有点急了 四号陈彦宇 主打哪一点 李梦 现在 出头结合的不错 盘正熙内线药 被掩护找李梦 底线进来了 漂亮 六号陈梅安 转换 抽到最后 篮下的进回球 张如 整个队反击 张如 自己上 张如这球呢 在面对防守的时候 其实他觉得 干扰比较厚 行不成连贯的进攻节奏 这是好的防守 李梦 直到篮下 打对抗打进 李源的补位做得不错 来到篮下形成了一个错位 二十二号零碟 李月如 现在呢 应该是让张如打到了 现在三四号位其实不是很明确 这是一个一大带四小的阵容 张如提上 罗兴悦再到篮下 好球 虽然李月如面前 现在呢 是破联防 高低位接着打 没有问题 这个联防站位 二三联防 又是反击的机会 好球 又是李月如 这一节比赛 中午台北队变盯人了 盯人更好打了 这是绝对高度 里边呢 一号位 是王思雨 进攻核心应该就是 罗兴悦上场之后 她的是一个移动投手 罗兴悦跟黄思 今天下午是段连续的这种背靠背的比赛 对于运动员的体能要求也比较高 强测是二打二 转身直接投了 韩旭啊 干脆也就不增加太多的 大概是少八秒钟 品维娜 再调了 韩旭 被转身 自投自抢 王思雨 黄思静的进攻篮板 韩旭 跑房 王思雨 给篮下 上半时有李月如 下半时有韩旭 场上最高的球员 继续做好 好球 是两分球有效 远投不中 反击很快 王思雨 中线 天域的半场精准制导 一米八一的身高 他可能在这个阵容里要顶到 要顶到三 一旦提到顶户 他就直接要往里边拖 因为他觉得篮下没人了 韩旭又是一个快速的落位 最终效率最高的 好球 潘晨琪 好球啊 潘晨琪 好球啊 潘晨琪 好球啊 潘晨琪 两一拉开了 左侧是罗欣宇 右侧金梅娜 跟进有韩旭和潘晨琪 落到第一位一对一小高手 来了 正面远距离的出手 打进了 李源 这个球给了李源比较大的正面出手空间 进一步的消耗 没有等 直接攻框了 就是篮下的一个两分球 形势 中国队对中国台北 在对中国队的这个半区啊 好球 最较出色的是六号的陈维安 好球啊 目前场上这个搭配的李孟打到他 就是一般小个打大个都他都他都是这种 快速的处理球 因为他不能停 他每一个动作 在调篮下 李源如接着来 现在十一号的正一秀聚房确实 有 李孟选择突破 一个人打了三个 紧凑 而且有时候呢分岔一旦 拉大的之后啊 这种 这种紧张感还是要保持住的 果然 准备上了 应该换下的就是王思宇跟李月如了 李月如打进 打进之后呢 他的得分来到二十九分 这是一个一打零了 打进之后 中国队的得分来到了一百零四分 T的实力更为突出 全场比赛结束 一百零四比六十 中国队在这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上 战胜了中国台北 挺进了本届押运会的四强 好